朋友们好,我是天心妈 跟我减肥的朋友卡平台了 好几天不掉秤了,问我怎么办 好久好久都没有给大家分享 香蕉鸡蛋减肥法了 有很多新粉丝朋友是不知道这个减肥方法的 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香蕉鸡蛋减肥法的视频 我出过都不下时期了 凡是卡平台应用过的朋友 掉秤成绩都很好 有的朋友一天可以掉秤二斤 有的甚至三斤 原理呢,就是制造热量茶 同时呢,香蕉是高甲类的食物 体重就是这样 当你卡平台好几天了 用一个小方法 让体重快速下降,破破平台 平台破了以后 你的体重呢,会持续的下降 给大家说方法吧 就是一天呢,你吃三根香蕉 三个鸡蛋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香蕉 午餐一个鸡蛋一个香蕉 晚餐呢,也是一个鸡蛋一个香蕉 早餐和午餐饭后喝一杯咖啡 可以去除水肿的 重点和细节来了 白天呢,一定要多喝水 这是香蕉鸡蛋减肥法的核心 卡平台好几天不掉秤的朋友 你就试试香蕉鸡蛋减肥法吧 你会收获惊喜的 昨天呢,我胡迟海喝了一天 体重呢,是101.8斤 小框里展示的啊,是我今天的早餐 午餐和晚餐呢,我放在了视频的后面 明天见朋友们 中午我们吃牛肉,已经超过水了 用高压锅做 调料有葱,姜,小米辣 一个八角,八角好贵啊 起立花椒粒 倒里 放点盐 时间 切点白萝卜 我们的牛肉也好喽 捞出来切成小块 萝卜下礼 开盖煮的功能 开始 切好的牛肉也下礼 米饭也好喽 加上玉米粒的米饭 好香啊 我吃80克就行了 放点松茸鲜 我的午餐主食呢,是80克的大米饭 100克的牛肉,150克的白萝卜 萝卜的牛肉真好吃啊 午餐呢,只要是做到有主食,有蛋白质,有膳食纤维 就是合格 晚上见朋友们 晚餐一个鸡腿 一碗银耳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组合 明天见朋友们